目前全球大概有野生丹顶鹤2000只左右 而中国大陆的野生丹顶鹤已经不到1000只了 几乎和大熊猫一样珍惜 世界最大的丹顶鹤人工繁育饲养中心 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多年来通过人工繁育饲养丹顶鹤就地野化 不断增加宾威物种丹顶鹤的种群数量 在黑龙江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游客们纷纷拿出手中的相机 再给漂亮的丹顶鹤拍照 许多来自国内外的游客都表示 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丹顶鹤 这种漂亮的生物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据介绍丹顶鹤是东亚地区所特有的鸟种 素以肺、颈、腿、三肠著称 直立时可达一米多高 因丹顶鹤语色素朴纯洁 体态飘逸雅致 在这一地区的文化中 具有吉祥、忠贞、长寿的寓意 丹顶鹤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如今只有中国、日本、朝鲜、俄罗斯等 少数国家和地区生存着为数不多的野生丹顶鹤 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三十多年来 以累计成功繁育丹顶鹤八百多只 累计野化放归丹顶鹤二百多只 今年保护区内新生丹顶鹤的数量预计在五十只左右 小鹤出生前需要在人工孵化机里经过三十多天的孵化 与身材高挑、白羽黑尾、长颈红贯的成鸟相比 丹顶鹤的幼鸟虽于美丽无缘,却也不失可爱 专家表示,人工繁育丹顶鹤的核心 就是为野生丹顶鹤输送谱系健康的种群 清晰的谱系也为野生丹顶鹤种群数量的可持续性增长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近年来的监测结果显示 扎龙保护区内人工繁育丹顶鹤的健康情况 已能满足野生丹顶鹤种群的需求 为了掌握丹顶鹤的野外分布情况 扎龙保护区采用了GPS定位 和设置脚环的方法来进行跟踪监测 中国政府多年来 尝试在丹顶鹤迁徙路线上的停歇地建立自然保护区 从而形成了保护丹顶鹤物种的网络 北起黑龙江扎龙,南至江苏沿城 途经吉林向海,辽河入海口和黄河入海口等地